攻擊目標不是新聞 而且已經是警告過很多很多的次 也就是說今天 他攻擊了法國攻擊了德國之後 他英國他絕對不會漏掉 那麼鎖定這些所謂的 開放的空間他有個好處就是 第一個人群聚集 第二個就是他攻擊比較容易 第三個就是他造成那個恐慌效果 會比較大一點 因此今天我們發現到這樣的一個攻擊 對英國政府來講 事實上他已經是預料鬥 但是什麼時候發生 他們不曉得 那麼根據這個目前的一些線索發現到 這個所謂的這個自殺戰爭客 他用的這個是一個IED 裡面是有放這個鐵釘 那麼這個就符合一般來講 我們講恐怖主義組織所用的 一個所謂的攻擊的一個方式